請主席邀請羅部長 雖然你一直牽稱說 你跟馬總統不熟 但根據上一期的新新聞 他指出 你跟總統的淵源其實是非常的深 不僅是同鄉同校 而且是一樣去保調 還承擔任余文的辯護律師 是有功於馬總統的 文中更用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來影射你們兩個人的關係 針對在野黨一直質疑你是馬系人馬 就變成沒有公信力 甚至還沒有就任的時候 你就公開下個定論說 特徵組沒有主觀的範義 網路上甚至稱你是馬悠悠 馬務部長 這傳聞是不是 要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給我這個機會 事實上我比馬總統第一屆 在學校的時候 因為他是名人我當然知道他 但是他不知道我 然後到後來到有約練書的時候 參加保調活動 是有坐同一步遊覽車 他可能也不知道我這個人的存在 他其實應該是不知道我 到後來為余文當辯護律師 是因為台北市政府法規會的主委 那時候陳清秀他介紹的 因為余文他不認識任何律師 那請可能請他們幫忙 那我再去當他的辯護律師 從那個之後我想可能 馬總統開始注意到我這個人 好比較知道 因為在第一次開景的時候是一起開的 然後我講了很長的話 我想那個時候還不記得我的話 就不太可能了 那之後有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有一些參與的話 也當然總統會越來越來越注意 所以有請我當國策顧問 所以不熟識早期 但是在當國策顧問的時候 第一次總統找我的時候 他對我的年紀跟我的家庭狀況 也是完全一無所知 他以為我沒有結婚沒有小孩 他以為我年紀跟他想的差很多 也不知道我低他一屆 所以那個時候我有跟他講 那在國策顧問 所以在之前 你們讀書的時候 他幾乎沒有感覺到你的存在就對了 是 可以這麼說 所以他也沒有追你追周美清去 是這樣的 沒有 所以我跟周美清的同學其實也沒有 他們沒有 紐約日立大學 我是念中立大學 是不同的學校 所以他有一部分是寫的不對 我要提到就是說 讓你有這個機會稍微說明一下 免得外面的會聲會影 謝謝 對你這個 這個部長的身份 讓你的質疑也不是很好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要請問一下部長就是說 法務部這個特徵組 監聽事件調查小組 我們是十月一號成立的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調查行動還沒有開始 在九月三十號的時候 法務部就急著針對民進黨主席 蘇貞昌召開的國際記者會 就發布新聞稿指出 特徵組織申請監聽立法院的0972這一線 所以就去推測特徵組不是故意想要監聽立法院的總機 而誤認這個電話是立法院配給個人使用的電話 不知道是立法院的劫費電話 那縱使真相真的如法務部的新聞稿所言 但法務部為最高的一個司法行政機關 那在真相還沒有調查釐清之前 就認為是一件烏龍事件 那承辦檢察官書師 才讓外界認為有護航特徵組濫權監聽的嫌疑 難怪人家在野黨會質疑你們 那法務部成立的特徵組監聽事件 這個小組是求援兼裁判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法務部的調查小組 其實它是沒有法律的依據 對不對 它是一個沒有法院的依據 它只是任務編組 臨時任務編組 它的功能對外 只能對外來適宜 那小組產生了合議的結論 也沒有實質法律上的效率 它只是據這個建議與性質 那如果要對相關為師的檢察官究責 你們還是要回歸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 或是檢察官這個評鑑委員會 是 但不代表說這個小組所做的調查 它只有圖據刑事喔 是 那它的調查結果對於監察院 或是檢評會 還是有具有某程度的一個影響力嘛 是 所以啊 部長 你會把這個調查結果送給監察院吧 我們要看它調查還原的真相 是不是有應該要送監察院去調查的一個狀況 至於這個調查 剛剛委員指教的很對 它能不能說服社會大眾 我覺得應該要看它調查程序過程的嚴謹度 它是認真的在查還是只是敷衍了事 如果它沒有很具體的查證動作的話 當然沒有辦法說服大眾 如果依照你們法務部發的新聞稿來看 你們自己就在9月30號的時候就發的新聞稿 就是說那個還沒有調查清楚 你就會認為說它是烏龍事件 說是不是故意要去監聽這個立法院 那我請問一下部長啊 立法院可以監聽嗎 不可以 國會可以監聽嗎 不可以 它是一個機關 它不是自然人 是是 對不對 尤其是它的總機 當然不可以監聽嘛 是 好 那你們認為說0972這一線 誤認為是要給 這個是立法院配給個人使用的電話 在一個月的過程當中 不要說四個月 一個月的過程當中 我們每一位媒體 或是我們隨便打一通電話 只要打這個電話 就知道這是立法院的總機 會不知道嗎 你們特徵組在頒案 水準有這麼低嗎 這確實需要調查 是不是 好 那另外呢 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那一 好 那 你剛才有說說 國會總機是不能監聽的 那一個月啊 都沒有去發掘 這是我們 這個 這個水準啊 調查的這個品質啊 是有夠低落的了 那我再請教你一下 你們這個 發的這個新聞稿裡面說啊 你們這個特徵組申請這個監聽的這個電話呢 是依這個Due Process of Law 就是說依照這個法定的程序啊 是向法院申請核發通訊監察書的 那是這樣的嗎 所以你們講的意思說 跟水門案事件啊 私自潛出他人的建築物啊 安裝監聽器啊 截然不同 不同 不能相提並論 這點我也認為是 我也認同啦 但是呢 你申請監察這個 這個核發通訊監察書 跟周燦春申請的時候 你們 包括這個100年的特他 這個61啊 這個案子啊 是對陳榮和法官耶 好 那你是針對他 然後你因為 特徵組偵查其他犯罪的時候 發現這個立法委員有涉嫌 關說假釋案件 所以巡憲啊 對相關人員申請監聽 那申請監聽 你要不要再跟 要不要去分案啊 要不要去立案啊 要不要跟檢察官呢 來申請 這個跟法官再申請了 這個 依照這個令狀主義 申請監聽票呢 還是要啊 結果你們就是 一線掛到底 一線吃到飽 就是漫無限制的 濫行的掛線監聽 就產生這個一個問題 那我要提到的就是說啊 你們這個違反的 有多少事情 你知道嗎 多少個法法令 我先來調調一下這個書袋 那依照我們通訊保障監察法 這個第五條的一個規定 最後一項啊 我聽到非常長 他說違反本條規定 進行監聽行為 情結重大者 所取得的內容 或衍生的證據 在司法 偵查 審判 或其他 程序當中 包括行政違法 行政書室的調查 不得做採為證據 所以你這個證據是假的 你空的 你打官司 怎麼打你都輸 會做這樣事情嗎 好 我再調一個書袋 我們一樣是通訊保障監察法 第十七條的第二項 通訊監察所得資料 跟監察目的無關者 那執行機關啊 應該報請 核發的通訊監察書的 法官 或是工作機關的首長 這個許可之後 要銷毀 結果你們有嗎 不但沒有 所以你這個程序啊 正義啊 你如果沒有維繫的時候 你 到最後的時候 不但是 浪費了這麼多的人力 而且呢 最後是 一事無成 自己還惹火上身 今天的情況就是這樣 官說的人沒有事 官說的人沒有事 現在 結果你們 官兵變強盜 現在人家抓你 不是很可笑嗎 所以 程序在偵查的過程當中 程序正義是很重要的 那 今天的特徵組 我是很遺憾 以前我們對成立特徵組的時候 我們是抱著非常高的一個期待 對那高官 總統 副總統 武院院長 部長 或是 包括立法委員在內 包括這個 這個 上將級以上的 我們是對他是非常有期待的 結果 不管是第一班第二班 大家都認為說還不錯 結果現在怎麼每況愈下呢 連這個偵查的程序都不重視 搞成官兵變強盜了 人人喊打 人人喊抓耶 我看起來 我看到我就很難過啊 是不是部長 你應該針對這個特徵組 這個事情 對的就對的 錯的就是錯的 絕對不要去維護他 我覺得這一點呢 你心上任 一定要把持住這個原則 那第二個呢 針對特徵組啊 現在是人家說人人喊打 人人喊廢啊 你是不是要針對這個部分 他 到時候要對外說明清楚 特徵組他的功能 目的成立功能跟目的有沒有消失 他這個成立以後的 這些過程當中 這段期間 這七年多 他有什麼見術 有什麼績效 他的利弊得失啊 給他稍微 這個評估一下 公告一下 然後呢 應該針對 如果要費的話 那我們就贊成費 如果要保存的話 我也認為說要保存 但是 我們 就算要保存的話 特徵組 必須對人事上啊 做這個 一定要做這個調整 而且啊 要加強他的 這個 等於法治教育啊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 中日打鳥 有一天被鳥 濁到眼睛啊 笑死人了 謝謝 謝謝